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還是要這個盤後解盤的節目 今天台北股市漲了130點 昨天漲了生計股 所以每一個人都很開心 哇 這個生計股 大家都不用去生計股 所以昨天想去上這個 這個凱明的節目 這個前線百分百 我就把所有的生計股 做了這樣一次 一次性的做一個解析 從衣材 從新藥 從解盲 從國際授權 合併體財 那這個部分我就做了一個介紹 介紹完了以後 他問我說 那這樣的生計股 未來的走勢是怎樣 我說那個時候有一支股票 兩支股票那些股票 一個叫6446 6446要罰藥 要罰藥的時候休息 這個放起來休息 因為他把資金控出來給你沒去漲 那今天的比較強的帶動整個人氣叫4743 4743的部分因為他昨天的位置在這裡 帶量他今天又滾量上去 所以他滾量上去 但他這樣也只有他這一支 4128他就不跟得上了 他沒辦法跟得上只有帶那一支 那還有那一天有一天的漲58%的一檔股票 我再把它拿出來給你看 那叫做鑽石生計 那我給你看一看 所以有時候來到這裡 我們的股票的買賣點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生計股來到這裡的時候最終 最終一定要漲到藥王叫藥法藥創新高 最終一定要漲到什麼 漲到這個新貴股後叫做共性 共性創新高 一定要這樣 那最後其他才會再簇擁而上 我現在去那關起來讓你們去那 這個群磨亂 有的說真的有的說假的有的說真的有的說假的 那個4192我就可以大家看4192好了 你看他這樣 是吧 這樣 所以有時候不一樣的 你一定要知道應該怎麼去做 這才非常重要 那我又講到另外一檔股票非常重要 這檔股票我對他的股性太清楚了 你看一下 這個叫鑽石生計 那一天我35塊掛牌 哇開盤42塊一路飆飆飆飆到300塊 我說300塊你能用什麼 哎呦 第一季就賺多少錢幾個月 錢好像是 好像是上半年就賺了多少錢 是5塊還幾塊 我說那是平價收益 這是ETF不能這樣算 我說這個都是賣賣賣 還有隔天還有到290 那我說他會跌下來 這來到8月19號 我說來到這裡是一個好賣點 但是這個拉起來拉了 拉了50%我就分倒了 拉了50%以後隔天起來 我說這個142到152都是賣點 對不對 8月23號 我又拿一遍說一遍你聽 然後來到這裡 然後下來 我今天沒有印嗎 有吧 今天應該有印吧 有 今天就來到這裡 今天8月25號 我給你看一看 別騙了 別騙了 就是這樣 這個是142 152 0.5 然後你看這裡 今天已經來到104塊 你如果買在150的 你如果買在150的 那今天104塊 你會賠了40% 要40塊了啦 要40塊大概要三成了 賠了40塊了 但是回過頭4743 我們看他第一天你買不到 第一天在這裡 然後即使你昨天去買 你今天都還有將近 將近什麼 從昨天買到今天 有漲就7、8%的利潤 但是你那一檔股票 從這一個6901 拿來看 你從這裡進去追 這裡是150 然後到今天的104 你賠了40塊 40塊對150的股票來講 應該是35 差不多將近三成 對吧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獲利的關鍵 是選股跟買賣點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有當時 要怎麼說 自己不熟的 不要自己去亂追 還有一檔股票 6854 6854那一天 掛這個新創板 掛完了以後 第一根漲停 第二根漲停 第二根漲停 第三根漲停 爽死了 哎呀 我那個時候 才沒來買 三支漲停 第一支撩下去 第二支漲停 也賺一支 賺兩支 好 救啊 追啊 追146 146然後 第一根跌停 第二根跌停 第三根再跌停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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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根漲停 是115.5嘛 他是好像100 105塊掛牌 105塊掛牌 對 105塊掛牌 然後經過完 今天的破壞 還跌停 所以喔 這操作的時候 他有一定的難度 我們有那個難度的時候 我們要互相切磋 所以你有任何問題 這是Light Light 互動群組 大家加一下 我們互相來切磋 對不對 阿翔是不是告訴你 我那個 鑽石生技告訴你 第一次告訴你 那三把 那是賣店 第二邊 要拌起來 拌到105 我說這又是賣店 很多人講 唉唷 他會再這樣上去 我說他暗示你什麼 我說他在暗示你什麼 他這樣起來是談了 大概五成六成嘛 我說他在暗示你這一檔股票 應該最多會來到 一支 兩支 三支 四支 這算 這三點八支 還有一支 大概就是這樣 來到那裡的時候 你要向下車 就是四支停辦嘛 四支停辦 四支停辦 一支兩支 三支四支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了解 我看今天還有沒有大量 今天也量 那未來 未來 未來過了 過高 都是要賣的 所以有時候 這個部分 你要把你買賣店 拿這樣 每個租比較不一樣 這個還會往上 這個6901這樣一次爽 一次爽到底 爽到142.5 這裡152.5 還有人要 我說105人 人在賣你不知道 104人就賣到 你不知道嗎 然後回下來 回到哪裡 回到今天104 108 這就是賣不定 那你昨天有靠我 我講的那個整個族群嘛 今天那一檔股票叫什麼 6472 6472他今天關緊币 他來到這裡 昨天最高來到漲停 我要買衝高 我說第一次位置 我跟你講會來到哪裡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拿 在這裡 我有告訴你 他第一個會努力到的目標在這裡 這是357 355 357.5 這樣可以嗎 357.5 距離這個 這個823嘛 這是824嘛 823也沒有來嘛 我說在這裡 對吧 這數錢共澳號 數澳共 真的也是沒有用 所以關鍵的部分呢 就是這樣 你要有不同的一個概念 不同概念 那今天電子股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看 看一看第一個 漲的是什麼 最早漲的一直漲的就是 跟IP有關係嘛 一個就是利望 三六六一的四星 三四四三的創意 今天六五三三的精心科 你看 Risk的部分 那Risk這樣漲 那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三 這個 這個 三 來 我們看一下六六四三 六六四三 M31也往上走 另外一個叫3227啦 3228啦 3228的精力科 他怎麼不往上衝 所以有時候你要 你要把它拿捏好 每一個股票的操作 獲利的關鍵是什麼 買點跟 選股跟買賣點 這是非常重要嘛 來到這個大半 來到這裡 來到說一萬五千點 一萬五千五百點 這裡是該賣的 下來來到一萬五千點附近 是要該買的 你要分的清楚啊 那這個是這樣 但是四零零零呢 他又是這樣 代表中小型股票 金本沒在插 這個就是現在 最難做的一個關鍵 最難做的關鍵 這樣了解嗎 OK好 那生技類股的部分呢 他慢慢的會走到 走到如果開始動了 開始未來要正常化的時候呢 就會動到哪裡 會動到 六四四六 會動到藥法藥嘛 藥法藥今天起來 今天到612了 他這個歷史高點是多少 歷史高點就622 然後這個低點叫520 我愛你啊 這個地方叫520 我愛你 那520 622 這拉回多少 拉回102塊 拉回102塊 這樣了解 102塊以後呢 那520到今天的612 他已經又漲起來92塊 距離前面的高點 622 就差10塊錢 這樣了解 所以很多股塊的一個結構的一個部分是這樣 我喝一下水 等一下我給你小性子 等一下跟你講一下個股 6617 6617你很多人就在這裡 唉唷這怎麼辦呢 這裡我應該要賣啊 為什麼這麼弱呢 那你看一下6446 他不是很弱嗎 這不是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更弱還殺下來這裡 還把前面的三個低 兩個低點都跌破掉 這個位置最低來到哪裡 來到442 442前面的高點是多少 前面高點是576 這拉回100多塊啊 你們看他拉回100多塊 拉回100多塊以後 他又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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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又要噗上去 破到622 622跌到了這一個 所謂的 這個520 只有100多塊 所以重點就是 就是這樣的概念嘛 那6617的狀況 我講完以後就進廣告 他在這裡震盪 那這兩個是重要的一個 他17號嘛 17號發表說 他這個這個什麼許可證 許可證 生產許可證 出來了 哇大家好開心的往上走 結果就有有記者就寫說 那個沒有啦 生產許可證 那個藥證還沒有出來 然後還有我們可愛的 敬愛的那個 那個某一些群組 就講說 哎呀那個生產許可證 不是出來啊 有情可能等三年啦 那就是對一個群組 就記得去藥王的 你看我早上節目的時候 我也會把藥王說得很好啊 是不是每個人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黑白 給人家錯誤的信息 我那時候不是講 沒有生產證 怎麼說 有生產證一定有藥證啦 沒有藥證 沒有說有生產證沒有藥證 我早就跟你們講 你以後就知道嘛 這不用我再講嘛 人家去犯證也不行 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在那裡在黑白說黑龍血倒 是不是這樣 那那個六四四六前幾天都還悶悶的 今天最爽的 今天稍微不悶了 那不悶了 不要好了 好了倉霸忘痛 所以基本的部分來講 不要再去你做理學就好 不要去把白人 白人之後洗洗淹 你是賣的 有的時候我講說 不然全世界那個血癌的 犯人比較多還是 肺癌的犯人就比較多 血癌的犯人到十六萬人 肺癌幾百萬是不是 那如果付水的時候幾千萬 所以那個不用去講 你做你的行李白人做白人的行李 不要在那邊扯就這樣做 不需要 我昨天有講說他要漲啊 他開始漲的時候其他就要開始跌了 對不對 其他有些股票就要開始跌了 就沒有那麼強嘛 4162不是很臭皮嗎 不會講說我解盲失敗都可以漲嗎 我問他去給我看看 所以是這樣嘛 昨天4157 不是解盲失敗嗎 解盲失敗後 那有的時候面子也敢講 解盲失敗 二期失敗我來三期 二期就失敗了 再來三期 你懂得大家都八期用騙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你要去注意一下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6617是這樣 他在這個地方 因為現增股大概是30號出來嘛 8月30 今天多少 今天是25嘛 25 25 25是禮拜四嘛 26 2728 2930 對啊 這下禮拜就出來就是三天嘛 出來如果跌不下去怎麼辦 那個叫做利空不跌 那叫籌碼 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在這個地方一直往內賣往內賣 內賣賣賣不下去 那賣不下去記得 如果那個增資股出來全部都釋出了 成交量也出現了 然後慢慢如果有一些好的信息出來的時候 那你如果賣光自己要去追回來啊 你不要這樣 這樣就不需要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跟你講一下 往頭股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掌握未來 我們令足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都是金流 人生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住行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掌握正确的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王牌第二的改端 那我刚已经讲了 把有些股票的结构的一个部分 筹码一个部分稍微跟大家做报告 你要知道一下 昨天很强的你去追 我今天闷闷的是不是这样 那我昨天讲六五八九 那今天你去闷 你去追 他其实有没有开多少吗 一一二嘛 那收盘一二 So what 他没有让你追嘛 是这样嘛 但是你昨天六四七二 如果去追今天就比较闷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四七二二九吗 四七二六 四七二六 那你昨天有去追 那这个时候就震荡 因为他过高过高 他前面好像还有个高嘛 我记得 有没有过高拉回嘛 过高 这个都是很必然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 一个状况 OK 好 那来到这里有两个东西 我要给大家报告 这一次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讲了 是不是跟你讲IP 其实IP我很早就跟你讲了 你看一下这个时候 我讲立望IP的时候69块 我讲这个四星的时候132块半 这个大家都看到过了 对不对 这个所以IP股往上了 现在从原来的这个按摩架构 然后来到按摩架构 来到现在的RISC RISC部分叫6533 6533 这个RISC的节奏 结构一贯 再来X86的有2388 2388有威胜 然后有32228 3228的精力科 这个是X86 大概节奏的一个部分是这样 你要不要去拿呢 那现在中国需要的 可能是RISC的部分 因为按摩架构 你自己用一用以后 他再不给你用 你就没在收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一个部分呢 我们来到包含电池 这个电池 那时候讲电池叫8028 我说他美过前高必拉回 美过前高必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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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对一边便宜 是吧 那最主要他除了原来的 那个 再生精元以外 他还另外的就是电池 那我就跟你讲过电池 那电池来到这里 还有另外一股要可以注意 4739的有奇码没奇码 这个没奇码康普 康普 形态上来讲多方架构 开始有量 量见高 这样两个高 但是拉回的时候呢 也基本上没有破 没有破前面的支撑的位置 而且筹码非常的集中 这个地方投信还是买差 外这个外资还大卖 但是股价呢 还是基本的部分来讲 还是守在这里 这最低点的时候 1128.5 你看一下这个高点是多少 126.5 有没有回到126.5 NO 就是这样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今天讲两个东西 那个叫生计的就在这里了 这一张你去看一下昨天的 前线百分百的那两个时段 就OK了 那我昨天跟你讲 有一些可以选的5258 今天不小心来到涨停 我昨天在前线百分百讲的 有一个红包涨停 4977也不小心来到涨停 6442也不小心来到涨停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提早去布局 那讲到网通 网通的部分呢 4979 4949已经慢慢上去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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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到今天多少 最高点了 已经41块1毛5了 41块1毛5的华兴光 41块钱 他赚了多少钱 来我们看一下他赚多少钱 赚0.62 对不对 他的营收有没有创立史性 好像没有 那另外一档股票 我们在这里叫逊州 逊州也是这样 因为大家有认为他涨多了 所以大家一起扛 那3047 3047的逊州 他也是0.62 他几块钱 他19块 他几块钱 他41块 一个19块 两个都差对半 对澳好了 一个40 他就是19块 那不是对澳吗 所以基本上来讲 在来到这里的时候 华兴光慢慢的 这个投信 外资买 差不多把他拉上去了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看到的是3047的逊州 他基本上来讲 他这里没走 就走这么一段 一段 所以说 他对操作的架构上来讲 非常的成熟 所以他来讲说 这个时候 如果对这个筹码有些变动的时候 要去注意一下筹码的一个流动的架构 对不对 两个白金 那个时候35 26块钱 对不对 那今天的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的部分 逊州是19块 19块今天是8月25 8月25 8月25 对8月25 然后这个4979 是41.15 OK了吧 那两个赚一样多一个41块一个19块 这个有点 有点 有点 有点委屈吧 有点委屈 所以我今天才来到这里再跟大家讲一讲 那他因为没有卷之比 他是慢慢的 是堵是这样去 那因为他有卷之比 所以他一路拉起来 一路拉起来 一路拉起来 他的幅度又比较抖 我这样要了解 那这个我们就讲一下 网通的族群 我看逼给逊州是19块嘛 逊州19块 然后再看一看 看一看他的获利 他0.62嘛 0.62是19块 然后我们看4979 497941块 41块 来41块 来这里也6毛1 6毛2嘛 那边边是不是差一杯 这个就是重点 来那我再来讲 再讲一个第三代半导体 我当时在跟你讲 第三代半导体的时候 我记得 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是在这里 旱垒跟中砂 那时候旱垒在111块半 那3707的旱垒 现在在117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中砂在70.9 他现在中砂是156 你看这差多少 那我们那时候在跟大家讲的 就是focus的重点 要注意一下这个 对吧 中砂 中砂从709到现在的156 然后这个和利用的111.5 现在就是3707 117 这差多少嘛 好 过去的事情 不要再说了 好吗 OK 那我现在准备了一个股票 来跟你讲 那我让你看一个图 因为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了这个供应链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部分呢 你要去注意 来我把它弄好给你看 那那一档股票你 你不要叫我又要把它献出来 我都献出来 每次公表给你献出来 就像我在讲那个小信职的时候 我就讲说 人家现在现金增值股出来 有没有信心 本来就在那买的很正确 只要他买了 买了 这样的事情就多掉了 卖完能卖的卖完了 怎么办呢 这个上回从汉里 中砂 我把它带中砂 因为它 稳沉嘛 对不对 那最主要的从SIC的导电伴绝员型 我今天给你看一档 有切入第三代半导体的合金 是这样 5483是怎样 是这样 6488是这样 是这样嘛 那6182是这样 6182是这样 你看 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登登登登登 Warp Speed 这是谁 这是狼素 这是以前的Quim 从6月10月去一天 58块一直去到这里 现在他去97.5%了 他主要切的是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 主要切的是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 是这样 那哪一个会收回 唯一党还没献给你的 就我们一起来布局 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选股 有个换股战斗班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祝大家操作顺利 记得要加我们的liet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